我們正式來上Lecture 6 Lecture 6要談的是String跟File I.O String是串流 然後File I.O就是講說 開檔讀檔 寫檔這些動作 我們在上學期西家家的Lecture裡面 也有談到String跟File I.O 但由於我們那時候 並沒有所謂的物件的觀念 沒有Class的觀念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大家用G的 那我們總算進到了 物件導向的觀念之後 我們可以比較來清楚的解釋 什麼叫做串流 什麼叫做File I.O的動作 所以在這個Lecture裡面 我們會上幾個部分 會討論一般的 輸入輸出的串流 然後會討論檔案串流 以及最後一個進階非常好用的 就是自串串流的部分 那都會再跟大家來介紹 首先我們來看 那這個一般的File I.O 對不起 一般的I.O.String 就是所謂的輸入輸出串流 做什麼呢 那串流的概念就是什麼呢 串流其實是一連串的這個位元組 就是它是一個序列的位元組 然後呢它被用來 在所謂的Input跟Output Operation 在輸入跟輸出的操作裡面 然後來使用的 那這個就叫串流 所以其實串流的定義 一定是跟輸入輸出有關的 懂我意思嗎 然後呢 在C++裡面呢 它提供了低階的 同時它也提供了高階的 這種I.O.的這種工具 讓大家所使用 所以其實有低階的 有高階的 那我們在這邊有些同學學過C 那C裡面只提供低階的 只提供低階的那個檔案讀取方式 它並沒有辦法 給你高階的讀取方式 所以但是在C++裡面呢 那這個串流就變得非常的彈性 有低階也有高階 那在低階的部分呢 低階的這個 開檔讀檔 就是輸入輸出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為什麼猜它叫低階呢 因為它叫做unformated 就是它其實是非格式化的 也就是說你讀資料的時候 你就把它當成位元組在讀 就是只把它當成位元組 在從memory裡面讀進來 讀出去 讀進來讀出去 而不管它是什麼樣子的資料型態 所以對你來講 資料本身就是位元組而已 位元組那你也不管說它是整數的 還是它是浮點數的 還是它是什麼樣子 你其實不管它的 所以這稱之為低階的 那這種低階的這種輸入輸出的 這種讀取方式呢 適合在所謂的大量的跟高速的這種 處理的時候來使用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面臨你的檔案 非常的大 然後非常的多的時候 其實你就必須要考慮 你這時候讀檔的方式 就應該要使用比較低階的讀檔方式 而不是使用高階的 相對來講我們今天介紹的 其實是比較偏重於在高階的讀檔方式 因為對大家來講一般大家日常生活或我們的城市設計 所面臨的要讀的檔案其實都不會太大 其實即便連譬如說500MB的檔案其實也都不是太大 1G的檔案也都不是太大 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所謂的高階的這種輸入輸出的方式來讀取 而這種高階的輸入輸出方式呢 就稱之為Formatted 就是它是一種格式化的 也就是說我在讀這個位元組的時候 這些位元組都是被群組成一些有意義的資料群 有意義的單位 所以你在讀的時候你會知道怎麼讀 譬如說我要讀整數我就知道它是4個Byte 就是一個整數 所以我每4個Byte讀進來讀進來讀進來 就是一個整數一個整數一個整數 或者是我要讀的是double 甚至是我今天要讀的是我今天的class object 譬如說我今天要讀的是每個物件 由於我在宣告class的時候我就知道 我配置給它的那個memory的大小是多少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可以按照這種序列這樣讀讀讀讀 把我要的資料讀取進來 這稱之為高階的輸入輸出的讀法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個簡單的這個string class 就是這種串流的這個類別的這個計程圖 那沒關係現在我們雖然還沒有講到計程的概念 不過你可以想像 就是這個我們每次在寫一個 我們每次在寫一個程式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就叫大家說 大家趕快先趕快把井字號 include iostream 趕快寫下來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寫這件事情 原因就是因為 這件事情裡面 因為那個 大於小於那個 那個符號裡面的那個 iostream就是這個 iostream其實就是 就是所謂的輸入輸出的函式庫 串流函式庫 而這個函式庫裡面 就提供給我們 非常非常多 有用的這個 function可以使用 而這個函式庫裡面呢 其實它又是從 兩個函式庫裡面組成的 一個從 iostream 輸入串流函式庫 然後呢 然後接下來是 ostream 是從輸出串流函式庫 組成而成的 而他們又 又去從 iOS 一種基本的這種 輸入輸出 輸出資源操作的這個函式庫 繼承而來 那對大家來講 現在這個繼承觀念呢 其實不了解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在後面的 單元裡面會繼續談繼承的想法 那不過我們要講的是說 由於它是由繼承而來的 所以你看 所以iostream包含了 所謂的輸入串流函式庫 而這個輸入串流函式庫 最重要最重要的 提供給我們 最重要最重要的操作 是什麼 就是這個 extractor operator 就是怎麼把資料萃取出來 所以是它有一個萃取的這個 操作源操作方式 所以這個萃取的操作方式 萃取操作源 這個大於大於 是輸入串流裡面最重要的一個元素 而對於這種 iostream呢 輸出串流函式庫呢 輸出串流類別呢 它最重要的 就是提供給我們 insertion operator 這種叫做插入操作源 也就是我把什麼資料 推到那個串流裡面去的這個動作 對不對 上面是萃取 是從串流裡面把資料抓出來 然後呢下面是推入 下面是有點推入的動作 所以把資料 我要的資料 推到串流裡面去 所以它提供了這兩個最重要的操作方式 那 iostream呢 事實上它只是一個縮寫 就是同時是在講 input跟output 串流的這樣的縮寫 所以它是結合了iostream 跟oostream兩個串流函式庫 應該嚴格上起來還要講串流類別啦 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所以 在lostream裡面 我們最常用到的 就是這兩個 seeing跟seeout 那我們傳統上 我們理解seeing seeout呢 很簡單就是seeing呢 跟seeout 它就是一個是幫我 從 標準輸入裝置 seeing就是從標準輸入裝置 截取資料進來對不對 所以什麼是標準輸入裝置 大部分都是鍵盤 那seeout是什麼 是把我要的資訊 顯示在標準輸出裝置上 什麼是標準輸出裝置 一般來講就是大家的螢幕 所以 以前大家 以前對大家來講 seeing跟seeout 一個是對應到鍵盤 一個是對應到螢幕 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 它不只是只有 鍵盤跟螢幕這樣的關係而已 seeing跟seeout呢 本身呢 它是物件 它本來就是iostream裡面 所宣告出來的物件 所以它本身是一個物件 那就是因為它 因為它是物件的關係 所以 它提供了非常多的 這個class裡面的 member可以使用 也就是member function 可以使用 它裡面有member data 可以去設定 所以它其實提供了整個 iostream這個class裡面 很多的member 包括了 data跟function的部分 那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 譬如說基本上 我們原來會的操作就是 小魚小魚 跟大魚大魚 對不對 extractor跟insertor兩個 應該是insertor跟extractor兩個 這樣子的操作源 然後 我們今天也會看到 在我們傳統的使用方法上面的時候 我們在上一節 講overloading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了 我們可以針對於這兩個 insertor跟extractor 這兩個操作源 本身呢 就是對它做重載的觀念 對不對 對它下去做重載 為什麼 因為C++本身就支援所謂的polymorphism 就是 就是多型 多樣態的這樣的想法 也就是說 我可以產生不同的machine instruction 那當什麼時候 當我要去處理不同的類型的資料的時候 我可以去重載我的運算符 讓我的運算符 可以根據我現在吃到不同型態的資料 然後呢 產生不同的動作 好 這個就叫做 這個就叫做多樣態 或者叫做多型的觀念 OK 好 那我們在上一個lecture裡面已經 已經教大家 怎麼樣去重載過extractor跟insertor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一章節裡面 沒有再加以贅述 不過我們這邊要再更仔細的去把 很多stream.io裡面的動作 然後拆解開來 譬如說 我們來看一下 istream裡面的member function 像傳統上我們在使用istream的時候 我們就拿來 我們是把它拿來讀字元 或拿來讀字串的使用 或當然讀整數當然也是可以的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原來最簡單的操作就是寫seeing 大於大於 然後某一個variable 然後seeing呢 就會根據這個某一個variable的類別 譬如說它是double 還是它是character 還是它是甚至是street 它就自動的會去抓取 就從鍵盤上面自動的抓取 它對應到的資料對不對 沒錯吧 所以呢 這件事情 除了這個之外呢 那我們有沒有其他抓資料的方法 其實是有的 也就是說 在seeing的這個類別裡面 在lstream的這個class裡面 它有沒有提供其他抓資料的方法 除了這個大於大於之外 其實是有的 上期我們也有提到 只是說我們沒有讓大家更仔細的來區分它 譬如說 除了這個 overloaded extracted operator 除了這個可以overloaded之外 iostream 同時也提供了其他的input function 來供我們使用 譬如說 有哪些 譬如說有get 跟get line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get跟get line 這兩個function 這兩個function 也是可以搭配著 seeing 一起來使用 然後來去從 我們的標準輸入裝置裡面 抓我們的資料進來的方法 好 那除了get跟get line之外 我要提醒大家是 大部分的編譯器 其實也提供了非常多其他種 iostream的member function 譬如說 譬如說 我們會使用good 好 我們首先先來看 我們剛才講 那個怎麼抓資源的那些function 那抓資源的function呢 那 也就是在seeing裡面 他們透過的是什麼 透過了點運算 來呼叫這些member function 也就是說 你接下來我們原來是seeing 大於大於某個variable嘛 對不對 但是你為了要使用這些member function 我們講過 seeing是個object 對不對 seeing是個object 所以 如同你其他的object一樣 你如果你的object 要呼叫底下的member function 要怎麼樣 就寫一個點 然後有function的名字嘛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裡面也是 如果你的seeing 要呼叫這些function的話 你就要寫seeing.get seeing.get line seeing.ignore 這三個input的這樣子的一個function 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在使用上面的時候 就要搭配著點運算 來一起使用 然後呢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get 那get它有非常多種樣貌 然後呢 主要get要幹嘛呢 get要 主要就是說 我要從串流裡面 我如果要抓的是一個unformated的一個data 也就是說 我要抓的是 假設是一個非格式化的資料的時候 我要怎麼處理它 那get line做什麼呢 那get line 然後從它的名字上 你就可以了解 我get line在抓的就是 我在它的 在這個輸入串流裡面 我一次就要抓一個line 一次抓一行的資料 那你當抓一行資料的時候 其實你也沒有在區分 它是什麼樣類型的資料 因為你不管 你就把這一行 通通抓進來就對了 懂我意思嗎 然後接下來是ignore ignore就是extract and discard character 也就是說 你的輸入串流裡面 假設我前面一百個字元都不是我要的 那我就不需要這樣讀完一百個字元之後 我再開始抓資料 我就可以直接說 你幫我把前面一百個字元都丟掉 那你這時候就需要用到ignore 這種忽略這個function 好 我們分別來看 首先 我們仔細的來介紹get 因為get的這個function 其實有點點複雜 原因是因為 我讓大家看一下 你看喔 這個get 這是get的第一種形態 第一種出現的樣貌 它的回傳形態是一個 istream n% 然後呢 get 然後括號 character n% 什麼意思 大家有沒有覺得 這看起來有點眼熟 istream 我們什麼時候出現 什麼時候用到這個 我們在上一張 overloading那個 instructor 或者是那個 insert的時候 有用過這件事情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回傳那個 那個stream本身 所以呢 然後呢 然後我們接下來看這個 接下來它的 它的那個 參數的部分 它的參數部分是 character n% 什麼意思 表示我今天要輸入的這個參數 其實是個別名參數 也就是說外面的名字 跟裡面的名字 到最後只到的是同一個記憶體 對不對 他們修改到的是同一塊記憶體的內容 所以它在使用上面呢 你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譬如說 ch-ar first middle last 假設我取了 first middle last 就是三個字元 我首先寫 seeing.get first 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 我去seeing這個字串 我去seeing這個串流裡面 抓一個字元 抓一個字元 然後把這個字元 寫到first裡面去 有沒有覺得 就是可不可以理解這件事情 應該不是太困難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看到 這個first就是 我要抓的對象 譬如說我抓到了w 它就把w寫進了first裡面去 OK嗎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 所以呢 你又可以繼續這樣寫 seeing.get middle 點get last 它做什麼事情 它做連續兩次的抓取 抓兩個字元出來 也就是說 它抓到第二個字元 先存到middle 它抓到第三個字元 存到last 但為什麼可以支援 這樣連續的 就是seeing.get 點get 點get 點get的運算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上次講的 就是因為你每次 做完一次點get之後 你回傳都是串流本身 所以 當你做完前面這個部分 當你做完前面這個部分的時候 它回傳給你是什麼 seeing嘛 對吧 所以 它又變成了seeing.get last 有沒有看懂 所以它先做了前面那個部分 它做完前面那個部分之後 return了seeing給你 然後seeing又再繼續點get last 所以 它就變成連續抓兩次character的動作 OK嗎 好 這是get的第一種樣貌 來我們來看get的第二種樣貌 get的第二種樣貌就是 get 事實上 新一點get呢 可以抓任何的character 包括了letter numbers punctuation 就是 這個是 英文字母 數字 然後標點符號 甚至是空白 空白的這個符號 空白的字元 然後呢 只要你在按了enter之後 它就可以這樣抓 然後呢 那甚至是大部分的compiler 都可以重載get 讓它可以去吃 no argument 什麼意思 表示我裡面呢 不給任何的參數 我也可以抓 這就是它的 才是要注意的是 這個的 這個宣告型態是 如果你不為 後面不為任何參數的時候 它其實前面回傳給你的 是int 為什麼 因為它回傳給你的其實是 這個 你現在抓到字元符號的 ASCII碼 就是它的ASCII Call 它對應到的字元的那個字符 字符的那個編碼方式 所以我們來看 譬如說 我們在寫 尤其在Linux寫那個 寫那個 我們為了要怕避免 這個程式跳開的時候 我們就會寫說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就是你要測試互動的時候 你會要求使用者去 隨便輸入一個字鍵 然後讓它往下繼續運行 你的程式的時候 你就會這麼寫 你就會寫 c要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然後接下來呢 就寫 c 這個c呢 等於 這個c上面要 等於上面要宣告 它譬如說是一個 int或shar都可以 然後呢 等於 c.get 這個 這個小括號 小括號 所以它可以這樣的方式存在 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過 我們剛才上面講的 就是說 c.get 本身回傳給你什麼 本身回傳給你一個integer 也就是說 它現在抓到的這個字符的integer 它只抓一個字符 只抓一個character 然後就回傳這個character的int給你 就是它的ascii的碼給你 然後把它存到c裡面去 所以 這個.get這個運算 這個get這個member function 它也可以不為任何參數 但要記得的是 當它不為任何參數的時候 它回傳給你的字符 其實是以它的ascii碼的形式而存在的 這是第二種get的使用方法 接下來我們來看 第三種get的使用方法 第三種get的使用方法 就是比較複雜 因為第三種get的使用方法呢 其實就可以overload 它overload的方式 是吃兩個或三個參數 你看喔 我們一開始 譬如說第一種方法是吃一個參數 但是那個參數是 我要把那個抓進來的字圓 寫到那個變數裡面去 第二種方法是 不吃任何參數 它不吃任何參數 是把字符本身 對應到的ascii碼 回傳給你 對不對 第三種方法 就是它吃兩個或三個參數 所以它吃兩個三個參數的時候 它的形式長成這樣子 它跟第一個有點像 它回傳的也是 i string ampersand 回傳的是串流本身 然後呢 但是它要吃的是有 第一個 你要使用到的字串 給它一個pointer 然後呢它的長度是多少 以及最後一個c等於這個 ampersand 對不起 c等於這個換行符號 那這個寫在這裡的時候 是什麼意思 表示預設式換行符號 對不對 我們在function的宣告裡面 有寫等於的時候 代表它的預設值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要 換掉這個預設值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你使用的時候 去換掉它 好 等一下我們來看 所以呢 那這個這樣子的一個get的方式 就允許你去輸入 去抓一連串 一個字串的這樣子的一個字圓 那第一個參數呢 是一個pointer 它呢 那基本上呢 就是去存這個字串的這個位置 這個c string的位置 那第二個呢 也是必要的 也就是說 它是要告訴大家 它是要你告訴大家說 我到底要抓多少個字圓 把它抓進來 然後呢 第三個呢 第三個則是optional的 它則是可有可無的 是選項的 意思就是說 你要抓 你要抓這個字圓 抓到什麼時候 譬如說 當你遇到什麼符號的時候 你覺得要停止 好 那你就可以用第三個字圓來控制 像譬如說 在我們一般不寫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會抓 遇到什麼 遇到換行符號的時候 就代表我整個 整個字串抓完了 好 這是預設的情況之下 但是你也可以定義說 欸 我如果要遇到1的時候 我就當成它抓完了 也可以 數字1的時候 要當它抓完也可以 或者我要定義 底線符號是抓完也可以 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這些 提供給你很多的 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不同的選擇方式 好 那很多的使用方法 可以參考Lecture 6-1.cpp 不過我們等一下 會有個綜合例子 大家來看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提 GateLine 所以呢 我們提過了 剛才我們講了 其實呢 嚴格上說起來 Gate的方式 還有另外兩種 我沒有講 那另外兩種就是 大家自己去看 大家自己去看 如果你需要使用的話 你再去看 但一般我們常用的方式 大概就是這三種比較多 好 那GateLine呢 那GateLine本身呢 你看喔 GateLine前面也是 iStream &% GateLine 你會發現 它跟Gate的後面第三種用法 長得一模一樣 事實上它就是一模一樣 好 所以呢 你要使用GateLine的話 其實你就會想 它其實也是Gate的一種變形 Gate第三種的一種變形 也就是說 它第一個給的是一個 這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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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字圓的一個指標 然後第二個是給長度 第三個 它預設是換行符號 那 基本上GateLine呢 也是去讀一行 讀一行進來 然後讀一行進來之後 用Stream去指導它 那 它可以讀到什麼呢 讀到 Either你的長度 所給定的長度到達了 或者是 你的所謂的這種 分隔符號到達了 也就是說 當你譬如說 你在用GateLine或Gate的 第三種用法的時候 譬如說我都寫 譬如說 譬如說 GateLine 然後第一個吃進來的是一個Line 它是一個 character pointer 然後呢 接下來 它就是256 然後跟譬如說換行符號 也就是說 它最多最多 讀256個字元 最多 或者是說 在你讀256個字元之前 就讀到換行符號的時候 它也結束了 或者是說 你即便還沒有讀到換行符號 但是讀到256個字元 它也結束了 懂這個意思嗎 所以這個就是說 就是這個GateLine 或者是Gate 它會讀到 直到什麼時候 直到你的長度到達了 或直到 你的分隔符號到達了 它就馬上停止 就把它讀到的內容 存到這個Stream裡面去回傳給你 懂我意思嗎 好 但是呢 大家在使用這個Gate或GateLine裡面 遇到最大最大的一個問題 其實在這裡 其實在這裡 就是呢 事實上呢 你必須要allocate space for str first 什麼意思呢 就是很多人在使用 CStream在讀做 方選存取的時候 都會問我說 欸不會啊 我事實上 事實上我都是 直接這樣寫 CHAR 信號 Cline 然後呢就去讀這個 C0.GateLine 然後呢 Cline256換行 這樣可不可以 我告訴你 compile都會讓你過 編譯器都會讓你過 但事實上呢 你到最後 都會違法的使用 都會違法的使用 這個記憶體 為什麼 因為你只有給 你的Cline 只有給了一個指標位置 對不對 也就是指標位置 指道的內容本身 是你沒有 你沒有配置的 你沒有配置給你這個程式的 所以你 當你真正的 反而是你真正的去讀到 去讀文章或讀內容 讀不管是等一下我們講是從 鍵盤上面讀 或讀檔案裡面讀 只要你一有讀的動作之後 他就馬上就告訴你說 你的程式有segmentation for 為什麼 因為你非法使用記憶體 而這個原因就出在於 你從頭到尾都沒有幫Cline 所指導的那個對象 配置過記憶體 懂我意思嗎 所以 一般而言 我們為了要讀取 我們為了要做這個讀寫的動作 我們一般都會這樣寫 譬如說 我就寫 character array Cline 中括號256 我們通常都會用靜態的配置方式 通常我們的一行呢 大概就是256 或512 不會更長的啦 然後呢 你就會寫Cline 256 所以呢 你這邊就會配合他 這邊Cline 然後256 就是最長最長就讀256個字元 要不然就是 繼續再讀 懂我意思嗎 假設我這行真的沒有讀完 我就讀256個字元 讀完之後 先處理出來嘛 然後他就會繼續往下讀嘛 懂我意思嗎 因為他是從你上次讀完的地方 開始往下繼續讀的 所以他會繼續往下讀 好 所以 所以比較常見的寫法是這樣 請大家記得 請你要在使用任何的Cstream之前 都要去確認 你的空間分配過了沒有 如果你沒有分配過 你在動態執行上的時候 你在runtime 在你執行這個程式的時候 你常常就會發現 你會出現segmentation 4 而在compile的時候 他不會提醒你 好 這是一個非常常見 需要大家小心的地方 OK 同樣的 Gate Line的例子 我們也寫在Lecture 6之1裡面 大家可以去看 好 接下來第三個 第三個是ignore ignore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在讀這個串流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 如果我們要忽略前面的一些部分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一定要 是不是一定要 一定要怎麼樣呢 是不是一定要 這個 把前面都讀完之後 才能夠到達我們想要的這個 要讀取的資料呢 不是的 我們可以利用ignore 他ignore的這個function呢 事實上就會幫助我們 忽略 甚至我講跳過 忽略的意思有點像 讀它之後才把它忽略掉 可是你要把它想 他其實真的動作是跳過 跳過的動作 所以呢 他跳過的動作這個時候呢 他就可以跳過固定的一個 長度的一個character 跳過固定長度的字圓 然後在input stream裡面 好 然後呢來使用它 所以你看 他的使用方式也是 i stream n% ignore 然後長度 然後最多跳到什麼字圓為止 類似像這樣子 你要跳過多少個字圓 所以當你寫1的時候 預設是1嘛 就是預設是1 就是當你什麼都不給的時候 然後它就會跳過一個字圓 然後它就會跳過一個字圓 但如果你寫 譬如說我要跳過10個字圓 它就寫10 你呼叫的時候 你就寫 seeing.ignore 然後10 這樣就可以 它就會跳過10個字圓 懂我意思嗎 那如果你要跳過的字圓 譬如說你要跳過4個整數怎麼辦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要跳過4個整數怎麼辦 一個整數是幾個位元組 4個嘛對不對 那一個character是幾個位元組 沒有人知道 一個 所以呢 我就要寫4乘4 16 那我就要跳過16個位元組 跳過16個character 我這時候就是等於跳過了4個整數的 4個整數的這個 前面的4個整數 我就可以從下面開始讀 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自己要怎麼樣去讀取那個資料 其實你是可以控制的 好 所以呢 這個 這個ignore這個function呢 同樣的 它也可以被delimit限制 也就是說 我可以讀到什麼時候為止 跳到什麼時候 跳過到什麼時候為止 譬如說我要跳到 譬如說 遇到一個換行符號為止 或者我要跳到 譬如說緊字號為止 也都可以 好 那 最重要的就是 它的實際上的使用呢 我們會 都寫在lector6-1裡面 所以大家請去看lector6-1 來看它真正的使用方法 好 第二部分 我們來談all string 因為我們前面來談的是 in string的部分 輸入串流 所以我們談的是 輸入串流 除了去重載 那個 從載的那個 大魚大魚之外 小魚小魚之外 好 那我們還談它怎麼去抓 get get line 跟ignore 那輸出串流的部分呢 其實很像 cl的部分就很像 那它也是all string 它是那個 輸出串流的一個 member 或者你也可以稱之為一個物件 然後 所以它會跟小魚小魚這個符號一起使用 來 那 除了這個 除了這個member function之外 其實cl呢 還提供了很多的data member 或者稱之為stay的狀態 這個其實我們上次已經教過 只是大家不知道我們上次在教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 就是這些 譬如說 我的all string裡面的member 還包含了 我們可以呼叫put 呼叫flush 呼叫eof 呼叫bed 這些我們沒有談 我們談的是說 我們除了這些之外 它還教了 它還讓我們可以呼叫這些member function setf 跟onsetf precision 跟width 這兩個是什麼呢 這兩個就是 這兩個就是 我如果想要去設定 我現在的輸出格式的話 我就要透過setf setformat 跟onsetformat 去完成 setformat就是說 我等一下會看到我非常多的狀態的這個 這個bit 然後呢 會需要透過這個setf來完成 那onset就是說 我想要還原這個設定的話 那我就要onsetf來 onset 這個onsetf來完成 那至於precision跟width呢 大家可能記得 上學期我們教過 setprecision 對不對 在iomanip的時候 我們教過setprecision 然後width呢 我們教過setw 大家記不記得 好 setw跟set setprecision 那就是這兩個的對應 只是一個是用 iomanip的形式操作 一個是用function code 用member function function 的方式來存在 所以 基本上他們對應到的內容 對應到的動作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好 我們來看 首先先來看 第一個setf 跟onsetf 那 cl裡面有很多的狀態 然後呢 可以去設定 那這些狀態被存在一個長整數裡面 那其實呢 如果大家想去了解 到底這個長整數裡面有哪些對應的狀態的話 請去參考 c++ 或者c++ reference 那個網站 它就會把完整的每一個bit裡面 照有在做什麼 然後寫出來給你看 好 那不管是如何 我們來講的是說 這些 這些 這些長整數裡面的這些狀態呢 其實呢 那它都對應到了一些性質 譬如說 我有些bit呢 就可以代表 我要把正號這個數 把它印出來 好 那 每個bit有不同的意思 但是呢 那這些bit呢 都被 都被寫在哪裡 都被寫在 都被寫在 iOS底下的 這個 format flag裡面 就是 被寫在iOS 底下的狀態 起標裡面 這也是為什麼 這邊它的回傳型態叫做 format flag的意思 就是 格式 格式的旗標 好 所以它都被定義在iOS底下 所以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其實就會變這樣子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我們要設定它的時候 就會寫 iOS 冒號冒號left 為什麼 表示 我這個data member 我這個data 是存在在iOS底下的 iOS底下 它的長整數裡面 就是iOS底下 就很多的這個 這個底下 每個bit對應到哪些格式的 這個設定的這個 藍位 好 所以有iOS left 然後iOS right iOS decimal iOS show positive 跟iOS show point 所以這很好理解 iOS left 是什麼意思 表示 你要向左對齊 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上學期是 cout 小於小於left 小於小於 後面那個變數 它就會靠左對齊 對不對 通常為什麼要靠左 因為它也要 跟這個width一起搭配使用 因為你去設定它的長度 是多少的時候 它靠左後面會留了多少的 空格在後面 對不對 然後呢 那這是預設的 那如果我要改成 向右對齊 我就要把 我就要使用iOS 然後貓貓right 它就會向右對齊 然後呢 我如果要用實境位表示法 我就要用decimal 就是實境位是decimal 所以我要用實境位表示法 那相對的 它還會有 16境位 hex hex 還有8境位 acto oct 所以其實這都有 只是我們沒有講而已 比較常見的是用decimal 然後接下來 iOS 是show positive 什麼東西呢 把證號 就是 我把這個加號 這個證號 在正整數前面的證號 也把它顯示出來 然後最後一個是iOS 是show point show point是什麼 show point的意思是說 我要表示這個實境位的數字呢 其實是用6個digit 6個 6個有意義的這個位元 6個 那是去除掉小數點的 就是有6個數字 是有意義的 如果你這是1.568 的話 它就是前面是1位 後面是5位 懂我意思嗎 那 這個就是對於 符點數上面 我可以用show point來控制 好 我們來看 事實上怎麼用 所以我們講過了 這些奇標 就要搭配著setf 跟onsetf來使用 對不對 所以在我要去setf 在使用的時候 我就要寫這樣寫 cout.setf iOS show positive 什麼意思 表示我接下來要 使用cout的時候 我就把show positive 就是要列印證號這樣的功能 打開了 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這時候才把它打開 好 那 那打開之後 我接下來下面那個cout 後面接的那個變數 它就會用 這個這樣子的觀念 這樣子的一個格式下去操作 它就會把證號印出來 這相對的 我會不會 就是每次要用的時候 都要寫一次setf 不需要 你可以用串接的方式 譬如說 我接下來要用show positive 也要用decimal 也要show point 我就用or的符號 把它串接起來 這個時候 它就會把所有的功能都打開 所以接下來我要用cl4.0的情況之下 它最後在螢幕上就會 因為我有show positive 所以印出了正 因為我有decimal 所以它是用小數點的形式來存在 因為我要show point show point 我們講過的是加起來是6位 對不對 所以就是1位跟5位的0 所以這個每一個都作用在4.0這樣的數字上 然後讓它列印出來 那相對來講 如果你只要取消某一個操作的話 你就寫clonsetiosshow positive 那這樣的話 它就會把 這個要把證號強制印出來的功能 暫時取消掉 直到你再一次setF它的時候 它才會再次被開啟 再回來我們來看 width的這個function 這樣的member function 在allstream裡面的這樣的一個member function 那width呢 事實上 改變的是我的output的這個 欄位的這個寬度 那預設的情況之下 那我的這個argument是 向右對齊的 那當然我們剛才講了 你也可以去呼叫iOS left 讓它就是向左對齊 去改變它這個default的這個alignment的方式 那它使用的情況之下呢 就會變成假設我要顯示13 但是呢 我給它五格的話 那我就會前面有三個連續的空白 然後接13 然後再把它顯示出來 它的使用方法就像這樣 cl.width5 然後cl13 它這上面所設定的格式 作用就會作用在下面這個13上面 好 那我對照了上學期我們所使用到的 上學期我們用的io manip 就會變成cl 小於小於 cw 括號5 小於小於13 對不對 這樣子的話 我們在顯示它的時候 就會變成空格空格空格 然後13 因為預設是向右對齊嘛 對不對 除非我特別寫向左對齊 要不然它就是會把這個你的數字往右靠 然後前面都留空格 所以它最後會變成空格空格13 ok 好 接下來呢我們繼續看 所以呢 當我們的width 如果一旦不夠大 倒可以去容許 我們要展示的這個值的時候 事實上它就會被忽略 這個跟set width的狀況也是一樣 譬如說我只設它用兩位來顯示 但我現在要顯示的是5555 怎麼辦 所以它只好忽略了你剛才的格式設定 因為它超過你的格式設定了 所以它只好忽略你的格式設定 所以它一樣顯示出來是5555 它並不會把兩個5丟掉 不用擔心 ok 好 特別要注意的是 像這種set width 或者是width 這樣的指令呢 其實呢 只有apply to 只有作用在第一個 接後面出現的這個欄位上面 也就是說 這個就是我們上次講 這種的設定是屬於揮發性設定 這種是屬於揮發性設定 什麼叫揮發性設定 就是這個格式設定 我使用了一次它就不見了 也就是說我的set width 只作用在它後面接0的下一個你要顯示的這個值的欄位上面而已 所以這種只出現在只apply 只能apply一次性的這種叫做揮發性的這種設定 所以這次 你每次要使用它的時候 你就要每一次的重新呼叫它 譬如說 你現在要顯示的是 固定是5個欄位 你就要顯示 13 15 17 19 你就要寫 譬如說 你就要寫 cout width 然後呢5 然後13 就是cout13 然後再寫 cout width 然後5 然後cout15 要這樣一直寫 每次呼叫 就是每次要重新呼叫 cl.width 這樣子的member function 懂我意思嗎 這因為它是揮發性欄位的關係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種 precision 這個精準度 那精準度 就是看到它的名字來講 它就是控制這個 有意義的這個 有意義的這個數字 到底有多少位數 譬如說 常數 12.98765 包含了7個位元 然後呢 事實上你可以只顯示 四個位元 譬如說我就這樣寫 cl.precision4 4的意思是說 我要設它的精準欄位 就是我現在設它的 有意義的欄位是四位 所以我在沒有配合 其它的作用情況之下 它控制的就是 我最後顯示出來的 只有幾位數字 譬如說我就寫 cl.precision4 然後呢 cl 然後小於小於 12.98765 而在螢幕上 你只會看到12.99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 我上面設定的是四位 所以我只顯示四位數字 然後 那 我要特別要強調的是 它並不像 這個with 這樣子的一個 member function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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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cision呢 是applied to all subsequent output fields 意思就是說 這個 precision這個 作用的設定 是應用在 後面所有接續的 所有的欄位上面的 所以 precision這個 這個 function 是一種 揮揮發性 非揮發性 非揮發性 難念 非揮發性的這個 member function 也就是說 它一旦作用下去之後 從此之後 你的顯示就被它改掉了 你的顯示的那個格式 就被它改成固定 都是以四位 這個有效 有效位元來顯 有效數字來顯示的 所以它是一種 非揮發性的 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作用 然後呢 我要強調的是 就是 請大家回去 複習一下 上學期我們的 IOMANIP的那個使用 因為IOMANIP 我們還講過 就是說如果你配合了 它去配合那個 fix 或配合了scientific的情況之下 它可以控制的那個位元 有時候是控制 在小數點以下的 就不是控制 total的這個位元素 懂我意思嗎 那 另外一個要強調的就是說 當我們去使用了這些 Function的操作之後 我需不需要去引入 IOMANIP 並不需要 因為它不是屬於 IOMANIP的操作方式 它是屬於 Member function 的Function code 的方式 所以我在 include Iostream 的時候 其實它那個Member function 就已經在 Iostream裡面了 懂我意思嗎 所以 用這樣子的 Function code方式 並不用額外去 include IOMANIP OK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我們終於談完了 就是 輸入輸出的自串操作 那接下來我們要開始看 另外兩種 就是 檔案的自串 那 其實檔案的自串呢 跟 輸入輸出自串 其實沒有差多少 你會發現 其實 檔案自串 其實是 也是繼承Iostream來的 然後呢 那 輸入檔案自串 也是繼承 自串 這種輸入自串來 輸入串流來的 然後呢 那輸出檔案串流 也是繼承 這個 輸出串流來的 好 所以它只是 原來的 你可以把它想成 它是原來的 輸入串流 跟輸出串流的 紫集合而已 就這麼想像 好 那 在這個紫集合裡面 我們首先先談 為什麼要談這個 檔案串流呢 因為我們大部分 在電腦裡面處理的 都是所謂的資料檔 而這些資料檔呢 在 在 在電腦裡面 會是一個有邏輯的 相關性的 這個樣子的順序 然後呢 形成一筆一筆的記錄 然後呢 通常它會有一些 分隔符號 來區變這些 不同的資料欄位 好 譬如說以這個來講 它可能是 姓 名 然後它的薪水 然後一筆一筆 這樣子區分開來的 它可能是 Manate 然後Robin 然後中間是空白空白 然後就把這個欄位 區隔開來了 對不對 那 那 而這些這種 相關性的檔案 這種被群組起來 相關性的檔案 通常放在database裡面 而 我們一般大部分 所處理的 都是這種 很有結構 很好讀取的這個檔案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習家家要提供這種 high-level的這種 這種讀取IO的方式 因為 這樣這種格式化 這種很排列 很整齊的這種資料 其實對我們來講 是很容易讀取的 因為 前面兩個很明顯 就是 就是stream 後面一個是數字 所以你只要固定的讀 stream-stream數字 你就可以把 這每一筆每一筆的資料 成功的讀取進來 好 我們首先先來看一個簡單的 這個 file-output 就是檔案輸出 那 在檔案輸出裡面呢 其實呢 我們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那我們的f-stream裡面呢 也包含了 if-stream 跟office-of-stream 好 所以我們今天先來談 office-stream 在office-stream使用的時候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 我直接寫 輸出檔案串流 然後給它一個object的名字 叫outfile 那我的outfile 後面直接就用小括號 直接接 檔案的名字 這個時候 就像我們上次講的 這時候 只要名字寫上去之後 它的 檔案串流 跟外面的 實體的檔案 就形成了一個 連結 對不對 它就會把外面檔案的 內容 然後全部都讀到 檔案串流裡面去 所以當你寫了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 編譯器已經幫你做了很多事情 它幫你把外面的 檔案的內容 把它變成 串成 sequence of bytes 把它串成一個序列的 位元組 然後讀進了這個 串流物件裡面去 懂我意思嗎 所以不是說 它只是有點像是 連結而已 它其實已經幫你把 檔案內容 讀到了這個 串流名字裡面去了 OK 所以 off-stream out-file 這個 data.txt之後 就等於說 把所有內容 它已經把你變成 串成一連串的 byte 讀進out-file裡面 然後呢 要強調的是 如果這個檔案 後面這個檔案 不存在的話 那基本上它會創造它 那如果它已經存在的話 它會複寫它 所以是這樣子的 就是 如果後面這個檔案 寫的名字不存在 然後呢 它就把它overwrite 對寫 不存在 它就create一個這樣的檔名 好 那如果存在 它就複寫它 好 那要特別小心的時候 就是 因為我們在檔案設定的時候 有所謂檔案路徑的問題 那檔案的路徑 在不同的作業系統之下 它會呈現不同的面貌 所以譬如說 在Windows底下 它就會寫 C槽底下 C冒號 斜線 然後呢 Data folder斜線 Data.txt 然後 但是由於它是 這個自串的關係 所以它就變成 它要兩倍的 就要兩次的 backslash 反斜線 反斜線的話 你就要特別小心 那如果你是在 Linux底下的話 那Linux底下 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你就直接寫 User Home 9913052 然後寫線 Data.txt 好 所以在不同的作業系統之下 你要去 你要去讀取檔案的時候 那尤其這個檔案 如果跟你現在的程式 不在同一個目錄的話 那你就要把它的 完整的檔案路徑 寫出來 你才可以成功的讀取到這個檔案 OK 好 這是特別要注意的 好 那接下來說 如果當你沒有提供一個 檔案名的時候 然後呢 那我的fStream或ofStream 事實上就不會開啟 它就不會開啟任何的檔案 那所以我們有時候在寫 寫作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把它分開寫作 就是譬如說 我的ofStream outFile 我的outFile事實上 就特別呼叫open 這樣子一個字 open這個字 也是像我們剛才講的 當你寫open之後 後面這些檔案名 它也就是把串流 跟檔案內容 形成一個連結 然後意思就是把那個檔案內容 讀成Sequence of bytes 然後讀進串流裡面去的意思 好 那這個對大家來講都不是問題 好 那 其實我們要比較進階來看就是說 其實呢 除了這樣的讀法之外 我們的FStream 或FStream裡面呢 事實上 它在open的時候 可以配合所謂的file mode 也就是說 我怎麼去開啟這個檔案 其實是有開啟模式的 有檔案模式的 因為我們原來只講簡單的就是 開啟它而已 可是我們現在要來討論的是 更細節的開啟模式 一樣 這些開啟模式 也是定義在iOS底下的 所以有iOS in iOS out iOS app iOS ate iOS binary iOS in是什麼 iOS in 代表是說 我要把這個檔案讀起來 for input 就是 開起來 讀 讀它 用來輸入用的 所以它是把檔案開起來讀取 那 iOS out 呢 這是預設的 也就是說 當你不寫的時候 當你只有寫FStream 一個檔案 然後它的一個串流名字 譬如說叫做file 然後一個檔案名的話 你就沒有寫你的file mode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用這個模式開啟 就是用輸出模式開啟 也就是說 我如果沒有 我如果 我只寫FStream 然後一個串流符號 一個串流名字 然後檔案名 基本上 我是把它打開來要寫入的 我要把它寫入的動作 我不是做讀出的動作 所以它的iOS out 是 default 是打開檔案 用來寫入 然後iOS app是什麼呢 就是我要附加這個檔案 附加這個檔案的意思是說 我不是在 開 不是在創造它 而是我在開啟它之後 開啟它之後 那 那麼我要是要把它 就是繼續往後 就是繼續 繼續的 繼續的寫 那它跟這個A11有點像 A11是說 我接下來就是說 我開啟一個現有的檔案 不管它是輸入或輸出的 那麼我並且移到檔案的結束的地方 這個ATE叫at the end 在結束的位置 意思就是說 我不管是用iOS in或iOS out 開起來 我開啟的地方都是上一次這個檔案的最後結束的地方 我要從那個最後結束的地方 再開始讀取的動作 或開始寫入的動作 好 那 所以它會用iOS ATE來這樣開啟它 最後一個就是 你有可能開檔案的時候 也可以用binary 用二進位的檔案方式 不管是讀取它或寫入它 這時候你的檔案就會變成 如果你用二進位寫的話 你的檔案就會變成 你完全看不懂的內容 就會變成像亂碼一樣 所以事實上 我們之後的lab可以來讓大家練習操作一下 怎麼寫一個二進位檔 二進位檔就是說 你可以把你的內容寫進去的時候 是用二進位的方式來儲存 而不是用你認得的資料形式來儲存 比如說 就很像說我們要寫一個數字14對不對 14是我們所認得的一個整數對不對 可是我們講過 我們所有的整數都是用4個byte 4個character來表示它 它就會把14對應到的4個byte 寫到那個檔案裡面去 我們就可以之後來操作一下 好 那 在這個open 在開檔案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什麼問題 這是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就是大家最會開檔案開失敗的原因 就是有這三個 第一個 就是你嘗試要開啟一個計額檔案 但是你給了錯誤的路徑 就是你的路徑寫錯 或者是我們剛才講的 因為你在Windows底下沒有兩倍的寫線 這件事情也會造成你的路徑錯誤 所以路徑錯誤是最常見的這個 無法開啟檔案的原因 第二個就是你的儲存裝置已經滿載了 這個也常常發生在你的工作站上面 你會發現你常常不能夠開檔案 或無法寫入的檔案的原因是因為 整個工作站的那個硬碟已經被用爆了 或你自己個人的目錄已經被用爆了 所以不能夠再寫入 這是第二種最常出現的狀況 第三種就是事實上你沒有權限 但是你用了這個無法不合法的模式來開啟它 譬如說你想開啟一個別人的檔案來寫 那基本上別人已經把那個檔案權限設定成 你不能寫它 所以自然而然你就沒有辦法開啟它 然後去寫入 所以這種是最常出現的這種三種常見的 第一個就是錯誤的路徑 第二個就是硬碟已經用爆了 第三種就是你沒有權限 所以這三種是常常最常出現的這個 檔案開啟失敗的原因 但是事實上呢 檔案開啟失敗我們可以是檢查的 所以其實一個好的習慣就是 當我們開啟一個檔案之後 其實我們就應該去檢查 這個檔案有沒有成功被我們開啟 如果有的話 我們才可以接下來下面寫入的動作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應該立即馬上的 在螢幕上顯示一個錯誤訊息 給你的使用者告訴它說 事實上你並沒有成功的 可以執行檔案的讀寫動作 那要怎麼樣子來確認 這個檔案的開啟有沒有成功呢 你可以透過三種方式 第一種叫做透過OUT物件本身 透過測驗物件本身 然後第二種叫透過good或透過bad 所以你會透過三種方式 good跟bad其實是一體的兩面 所以用good跟用bad就是一個是 假設是good就代表你開啟成功了 開啟狀態是好的 類似像這樣子 那我們等一下會有兩個例子 那分別來解釋這個跟這個 好 那一旦開啟成功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很簡單的操作 那個檔案輸出的動作 譬如說我們就可以寫 my file就是我們剛才的物件 然後寫小於小於 然後雙引號 this is going to the disk 它就會把這個字串 推到那個檔案串流裡面去 推到那個檔案串流裡面去 然後在你寫入了這個檔案之後 那你不需要執行關檔的動作 那當然我們講說 檔案的開啟跟關閉 開啟是我們人工去做的嘛對不對 但關閉很多時候我們都沒有寫 然後它也自然而然的完成了對不對 那為什麼呢 因為當一個f-string或者是off-string的這個object 然後那個go out of the scope 什麼意思 超過了視野範圍的時候 也就是說譬如說它跳離這個副程式之後 那麼它因為它的destructor會自動的被呼叫 因為它現在是一個object 所以它會自動的呼叫它的destructor 而它的destructor就會自動幫你呼叫close 所以這也為什麼常常我們只寫了open 然後不寫close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會自動被呼叫 但如果我們要自己呼叫當然也是可以 因為destructor我們講過 我destructor也是可以自己呼叫的嘛對不對 所以呢 你要close一個檔案的話 你就呼叫點close就完成了 不用為任何的參數 好 我們來看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就是 你看 所以我們前面呢 因為我要開一個檔案 所以呢 我要iostring 我要file string 所以前面我兩個要引入 好 那接下來我就先用file string 建立一個物件叫myfile 那我的myfile.open 那我用test.dat來測試它 然後呢 我的開啟模式是iOS in 表示我要開這個檔案 是用讀取模式來開啟的 OK嗎 對不對 f string就代表我不限定這個 這個後面這個串流物件 檔案串流物件 是用讀取的方式 還是用輸出的方式嘛 我知道我在要使用它的時候 我還去限制它 所以我在使用它的時候 我就去限制它 它是用讀取模式來 就是用讀取模式來開啟的 好 開啟之後 我要去測試這個 這個串流 有沒有成功的 把檔案內容讀進來 所以我去看 if 括號myfile.good 我就用good的這個 這個function 這個member function 去測驗 如果我有成功的 把我的檔案串流 跟它的實體檔案內容 形成連結的話 所謂的形成連結 就是把它的內容 用sequence of by 讀進來的話 那它的good 就會顯示為true 所以它true的 對 所以它顯示為true的時候 我就寫file open 表示我成功的開啟這個檔案 其實一般我不會寫這個啦 一般就是說 else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寫can I open file 無法成功的開啟檔案 然後並且常常就會跳離程式 OK嗎 好 來 我們接下來往下看 那 那是我們該用 就是我們剛剛要寫入檔案的方式 那如果我要 要讀取檔案的話 事實上 我就要用if stream 就是用 然後輸入檔案串流 那輸入檔案串流 跟輸入檔案串流 其實使用上沒什麼太大的差異 只是前面 O改成I而已 就寫if stream 然後呢 一樣 串流名稱 然後連結檔案名 這樣就可以把 把我後面的檔案 然後呢 成功的讀取進來 OK 好 那 這個 同樣的 if stream也是可以作用 open跟close 也是可以作用在if stream上面的 所以呢 事實上 你也是要把 if stream在開啟的時候 要給它適當的這個 要給它適當的argument 就是file mode 就是要適當給它argument 然後當成它的file mode 也就是告訴它 我要開啟的方式 要用什麼樣的 不是只有用讀取的方式 它用什麼樣子的讀取方式 然後來讀取 好 那所以if stream跟o stream一樣 當它脫離的視野範圍的時候 檔案就自動被關閉 它就自動幫你呼叫close 去呼叫這個destructor 然後去關掉這個檔案內容 好 我們來看這個例子 這例子 這上面是檔案 所以上面檔案你看 20 50.9 30.7 46.6 然後換行 89 1 2 4 50 50 所以上面有1 2 3 4 有9個數字 然後呢 這9個數字 我接下來想要用讀檔方式 把它讀進來 然後怎麼讀 所以我先看 我一樣要file string Io string 要引入 那接下來呢 那 我上面準備了sum 然後呢t 然後還有count 就是sum就是總和 然後呢 count是我要讀幾個數字 然後呢t就是我代表 我現在要讀這個數字 好我們看我怎麼做 我的if stream 然後假設 我的串流名稱叫in 我現在 輸入檔案串流 我把它取名叫in in呢跟data.txt 連接起來 然後用一樣 用讀取的方式 用iOS in的方式來讀取 那讀完 那這個串流連接完之後 我要去測驗這個串流 有沒有成功的被連接起來 對不對 所以我就可以用the object itself 用物件本身 也就是說我可以直接寫not in 也就是說not in 就是說我如果有成功的連結的話 那麼它就會有一個實體位置 然後它就不會是一個怒偶的形態 所以同樣的我就可以用not in 然後去測驗我是不是有開啟成功 這也是我們最常使用的方法 我們反而不會真的很刻意去呼叫good 或者bad的 我們最常使用串流本身 來去測驗檔案本身有沒有被開啟 如果有的話我才跳下來這一行 這一行在做什麼呢 這一行在說如果有成功開啟的話 我就每一次去推一個什麼 推一個double出來 所以我每一次去推double出來 所以它推出來什麼 就是50.9 30.7 46.6 回到換行之後沒關係它繼續推 因為它要吃的是double 所以就是89 90.8 24 50 50 它就依序的把每一次的double 然後洗到T裡面去 然後累加到sum裡面去 成功的做一次這種動作之後 我的技術器就加一加 我就加一的動作 所以我最後就可以算出這些數字的總平均 就是average等於sum除sum count OK嗎?看得懂嗎? 所以它就可以 因為這個檔案裡面 它要讀的東西都非常的固定 只有一種形態叫double 所以我就用double這樣連續的一直讀取它 然後呢 重點是in什麼時候會跳離它 就是讀到檔案結束符號 沒有任何的double可以讀的時候 它就跳離著這個回圈 就是當它讀取這個動作失敗之後 它就跳離著這個回圈 OK嗎? 好 那另外我們接下來要談一個比較複雜的 就是我們剛才前面談的都是談讀取基本的形態 對不對? 但是我們 我們要讀的時候 有時候要讀的時候 其實是想要讀成 讀到一個class 讀成一個class object 對不對? 我要怎麼讀? 我這邊就是有點像說 我設計一個怎麼讀的這樣子的方式 譬如說我的class叫student student裡面有他的ID 有他的名字 有他的GPA 那我就要去寫兩個 我用frame的方式來implement 去implement這個insertor跟extractor的部分 也就是說我等一下要從串流裡面 把資料讀進來 跟我要把我的student寫到串流裡面 這兩個動作 知道我要幹嘛嗎? 就是我一個是從串流裡面抓資料出來 一個是從 我從這個student 呼叫的這個人 把他的資料寫進串流裡面去 OK 所以我的這個小魚小魚的動作 就是去抓資料嘛對不對? 就是去寫資料 所以 所以我的輸出串流 本身寫在前面 因為這是用frame的方式 所以前面是輸出串流 後面是我要寫的這個物件 所以我的輸出串流 就寫物件的ID 物件的名字 物件的GPA 然後最後還回傳串流本身 m% 去支援連續寫出 那讀取的時候也一樣 istream m% 然後讀取的話 輸入串流 然後物件本身 然後這個是 好 然後呢 那每一次讀的時候 我就把 輸入串流裡面的內容 先抓一個什麼? 抓一個整數進來 然後再抓一個自串進來 再抓一個double進來 所以它會固定的就是抓 整數 然後整數 自串double 這樣的方式 來讀取一個學生的資料 OK嗎? 好 那下一頁我們來看 下一頁就是它的主程式 main的部分 那main的部分呢 我們看 所以我這時候呢 我就首先先 宣告一個 cstudent a 暫時的a 然後我開啟了一個 輸出檔案串流 out 表示我要把 等一下的內容 寫到這個檔案裡面去 我要寫到這個檔案裡面 這個檔案叫out 64.txt 這可能原來就不存在你的檔案裡面 不存在你的系統裡面 所以你只是開啟這個檔案 然後準備寫出 然後呢 接下來呢 你是要求 使用者輸入ID 名字跟GPA 所以呢 我每次都會 while c in 大於大於a 什麼意思 a是什麼 a是student object 對不對 所以我的while c in 大於大於a 就是我要從鍵盤上 讀取一個student的資料 可是一個student的資料 包含了哪些 就是我們上一頁講的 包含了一個整數 一個字串 跟一個double 所以 這一個動作 c in 大於大於a 這個動作 它就一次幫你去讀了 一個整數 一個字串 跟一個double 懂我意思嗎 並且把它讀到a裡面去 OK嗎 然後我讀到a裡面去之後 接下來呢 我就寫out 小於小於a 小於小於endl 什麼意思 表示 我就用剛才我所定義的 定義的什麼 extractor 就是 不是extractor inserter inserter符號 把我的student 這個我讀取到的student的內容 寫到我的輸出串流裡面去 現在這是檔案 所以有點像 我從鍵盤裡面讀到資料 變成建立一個資料結構 然後呢 我把這個資料結構 再寫到一個檔案裡面去 OK嗎 那這個inserter 你是我剛才上一頁 所定義好的 所以它就會 就是這個 就會依據這個欄位 先寫一個 先寫一個ID 然後空白之後 再寫名字 再寫空白之後 再寫GPA 再寫換行符號 它什麼 停得下來 可以啊 就是 什麼時候停下來 就是 當我不輸入的時候 我按Ctrl D的時候 它就會當成是你的輸入結束 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 我的man在這邊的時候 我的out.close 事實上是 我自己幫 我自己把這個out 應該說這裡開啟的 這個offstream關掉 這樣我的檔案 就輸出完成了 OK嗎 所以請大家 去執行一下 Leture 6-4.cpp 大家對於這個程式 就會更加的了解 好 接下來要比較進階 就是我們沒有教過 就是 我們要如果要讀取 或寫 所謂的binary file的時候 寫二進位檔的時候 要怎麼辦 我們講過二進位檔 是把檔案的內容 用二進位方式來儲存 不是用文字檔的方式來儲存 我們基本上前面所教的 都是把檔案當成一個文字檔來儲存 好 那當我要變成二進位檔的時候 我的讀入 我的寫入寫出 就不能這麼簡單 我就必須要強迫地去使用 所謂的rig跟write 因為 它就是屬於變成了一個 低階的使用 低階的IO了 原因是因為 你寫入的是一個byte 一個byte 一個這樣子的寫 所以你就必須要使用 rig跟write 這兩個member function 它才能幫你寫 那 基本上read是什麼 read就是 我要read這個函式 就是它去讀N個字元 從檔案裡面讀到這個buffer裡面去 所以你的read有點像這樣 前面也是回傳的是這個串流 然後呢 那這個讀取的時候 會 然後會回傳一個 一個字元的一個character 然後呢 以及做好一個字元 因為你有可能要 譬如說連續讀十個字元 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要準備一個 自串 character array 來去讀這個十個字元 那 這個寫錯的是write 那 在寫錯的時候呢 喔 沒有沒有錯 這是write的動作 write的動作是什麼呢 write的動作就是 我要先從buffer裡面 然後呢讀出N個字元 然後把它們寫進bemory file裡面 所以 唯一要準備一個character array 這個array 譬如說 它裡面本來就有內容的 它有256個字元 然後我要寫前面十個 我就寫 譬如說給它這個buffer 然後寫前面十個 這樣子 我就寫出來了 好 所以我在使用它的時候 我就寫writeP1 這個P1就是一個character array 是一個c 是一個c string 然後寫50 代表是 我要把這個p1 這個array裡面的前50個字元 寫到檔案裡面去 要記得喔 這兩個都是member function 我們後面會有例子 等一下會有例子 這是member function 所以一定是 什麼什麼點什麼 什麼什麼點什麼 然後read的時候也可以說 我的是 要從那個 二進位檔裡面 讀三十個字元 然後讀到p2裡面去 好 那實際上使用的時候喔 其實通常都不會長這樣 會長成像這樣子 我來給大家看一個例子 就是說實際上我們在 二進位檔案的存取的時候 通常都長這樣子的 上面一樣 file string iostream 然後我在讀取 我在寫入的時候 來 我要寫入的時候 一樣用of string 開啟一個串流物件 叫做out 這個out現在連結到了 date6-4.txt 表示說 表示說 我要 我要幹嘛 我要把內容寫到這裡面來 對不對 然後呢 所以我就用iOS out的方式 開啟它 並且 我要用binary方式開啟它 意思是說 我現在要開啟這個檔案的方式 不再是用一般的文字檔了 因為一般預設是用文字檔 那所以你加了這個 加了這個 iOS binary之後 它就會強迫 我現在這個檔案 是一個二進位檔 表示我裡面存的每一個 都是一個位元組 好 那我開起來之後 當然我下面這個就是 我講 我去測驗 它有沒有成功被開啟的部分 好 這個不用解釋 而我實際上 要寫入的時候 我會怎麼寫 譬如說就像這樣子 這個在寫入的時候 我要寫什麼呢 你看啊 我要寫的是 1到200之間 每一次i加等於2 什麼意思 它就是 1 3 5 7 9 11 13 15 17 是不是在寫基數的數字 我們先讓大家看 我在幹嘛 對不對 然後1到200每次除2嘛 所以我要寫連續 100個基數的數字 OK嗎 知道我要寫什麼嗎 然後我要把這個連續 100個基數的數字 寫到這個檔案裡面 所以我就呼叫了 out.write 我們剛才講 out是輸出串流對不對 write是它的member function 因為它現在是二進位檔 不是文字檔 所以你只好呼叫write 才能夠書寫一個二進位檔 好來 我就變成了我要寫 我要書寫 我要書寫這每一個基數數字 寫到這個out裡面去 所以我前面給的是什麼 前面給的就是 我們剛才講過的是 你要寫什麼內容 寫到這裡面去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就發現我要寫的是i i是什麼 i是我的數字 對不對 基數的數字 沒錯吧 第一個是1 第二個是3 第三個是5 然後呢 那我們剛才講 前面是character array 後面是size 對不對 後面是大小 要連續寫幾個 那一個整數是幾個byte 四個byte 所以我就讓它寫size of i 它是不是就會去把整數寫四個byte寫出來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就會取出四個byte 表示我要去寫這個檔案的時候 每次都去寫四個byte 而這個整數 我用m%取它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它的位置 對不對 表示直到這個整數的位置 然後呢 我要強迫這個整數 轉型成character array 意思就是說 我把現在這個數字 當成 就是現在這個連續四個byte的內容 連續四個byte的內容 當成是一個 什麼 character array 來寫出 因為你其實並不知道 電腦裡面怎麼去處理那四個byte 對不對 它可能就寫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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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假設這樣 0000001 可以吧 然後它就有點像說 所以它就要用 它的那個四個byte 每個byte 它要去encode 就是怎麼去編碼它 然後變成是 它就變成000 假設是0001 是它的那個 是那個代表那個數字 它就把0001這個數字 最後變成了一個字串 變成了一個字串 然後寫到檔案裡面去 大家知道我在幹嘛嗎 它這個技巧就是 我原來是一個數字 我取這個數字的位置 它是連續四個byte嘛 其實對我來講 我如果不告訴你 那個連續四個byte裡面 你也可以把它每一個byte 當成是一個character嘛 對不對 對吧 它是四個byte 一個integer是四個byte組成 你可以把這四個byte 當成character吧 可以吧 所以我這個只是 強迫它把這四個byte 看成character 看成character array 然後把它寫入到 這個檔案裡面去而已 懂我的意思嗎 雖然很奇怪 但事實上 我們常常就是這麼操作的 我們就會把 因為它是用byte的方式 來儲存的嘛 所以我就會用它 每個byte 當成是一個character 然後呢 寫入到檔案裡面去 好 這是寫入的部分 那我們會寫入之後 當然 我們就可以去讀取它 所以 我就宣告另外一個 ifStream 叫imp 那imp呢 這時候 我重複的去讀 我剛才寫的那個檔案 dat64.txt 然後只是這次我說 我要用讀取的方式 並且用二進位讀的方式 讀取它 可以吧 好 接下來呢 我多呼叫了一次 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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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對檔案裡面做 移動 你可以去移動 你要讀取串流的位置 所以呢 你去讀sig g 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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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串流一开起的时候 它的位置读取位置都在最前面 答案的开头 所以我想跳过什么 跳过15个整数 所以后面这是4个byte 就会变成15乘4 我要跳过前面60个byte 所以我就会跳过 前面15个整数 我会从第16个整数开始读 知道我要干嘛吗 所以我的sic sic g就是帮助我在输入串流的时候 去移动输入串流的读取位置 然后移动到第16个基数的开头 我就跳过前面60个byte 因为60个byte刚好是15个整数 前面15个基数 我从第16个基数开始 然后我就开始读了 然后我前面就是写一个x 然后我就读 我读多少个呢 读50个或者是档案结束了 并且档案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我就读50个 然后呢 大家每一次加加i 因为我现在要读的是 第16个整数 第17个整数 第18个整数 第19个整数 第20个整数嘛 对不对 我只是连续读下去 所以这边的i 只是控制我读第几个整数而已 好 那我怎么读呢 我一样就从input.read里面 然后呢 你会发现根本跟刚才很像 就是size of i 每次要读四个byte 然后呢 每次读完四个byte之后 我就把x的位置 抓出来 让我现在读出来的这个 让我现在读出来的这个 读出来的内容 写进这个位置 因为我刚才写的时候 我刚才上面写的时候 是把每个byte 然后呢 就是四个byte为一组 然后写进去的 所以我现在就是四个byte为一组 把它同样的复制到x里面去 所以我的x 因为我在外面看 我在这个外面回圈看 x是个整数 对不对 所以在其他地方 在这里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一个整数的方式 被读出来 懂我的意思吗 我刚才是用四个byte写进去的嘛 我现在只是用 连续一样 每次去抓四个byte 读到x里面来 对不对 我原封不动地把我那个四个byte 读出来而已 所以我这个x 第一个 这个x就会从哪里开始 从第16个基数 是谁 33吧 第16不是33吗 33开始 然后我每10个换一行 这样子 然后最后把它显示出来 大家看得懂吗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当然 本来没那么复杂 是因为我加了这个啦 是因为 我既然要提醒大家 上期我们教的那个sigp sigg 这些都是有用的 它的操作时机就在 有啦 有教真的 有在二进位的时候 二进位的时候就会 二进位档案的时候 sigp sigg 就会出现它的功用 ok 好 好 请大家一样去看 Lecture 6-5.cpp 好不好 因为这个很重要 那最后我们要来讲的是 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请大家一定要会的 因为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用 叫StringString 我们虽然上期也教过一点点 但我们今天会来看 StringString呢 事实上 它就是 也是IoString的延伸 一样嘛 就是大家记得 就是 StringString里面事实上 也分成了IString跟OString 两种 所以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那也会分开来使用 我们直接来看它的使用方法 因为这个使用方法 其实对大家来讲 才是最重要的 那 什么叫做 什么叫StringString呢 我先讲 StringString是一种串流 它这种叫做自串串流 也就是说 这个串流本身 随时可以变成自串 而且这个串流本身 也可以吃自串 所以 这个串流本身就是在 串流跟自串本身之间 做很方便的转换 而设计的 所以 我们对于这个 这个对我们的功用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最实际上就这样 譬如说 假设我设计一个自串 叫Buffer 然后 然后我去读一 图C Line里面 对不起 我从键盘上 读一个 读一个Line 读一行 读进Buffer里面去 假设我就打了一大堆 比如说五个数字 11 12 13 14 15 就11 控格 12 控格 13 控格 14 控格 15 控格 按Enter之后 我是把这五个数字 都读进Buffer里面去了 结果发现 糟了 我把它读成自串之后 这个自串对我来讲 是很不好用 因为我无法再把每个数字 再抓出来 我要写很复杂的 那种Parser 去Pars这个字串 才能把每个 才能把这些数字抓出来 可是有了Stream 有了Stream Stream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件事情变得非常容易 原因是因为 你就把这个 你就宣告一个I Stream 然后它的名字叫做InStream 然后刮号Buffer 意思就是说 我把这个Stream 重新的推到这个 串流里面去 所以它又变串流化了 懂我意思吗 就是我刚才的 11 12 13 14 15 它又重新的被 用Sequence of Byte 推到某一个串流里面去 所以呢 如果你在这时候 要读资料的话 你就这样 I Stream 大于大于 就是Extractor 萃取Value 萃取Data 你又可以重新 把那些数字 很容易的抓出来 懂我意思吗 所以本身 它这个Stream 在这种处理的时候 就有提供这样 很好的好处 然后对大家 最困扰的地方就是说 如果我前面呢 I Stream 已经使用过一次之后 我如果这下 下面又要继续 使用I Stream的时候 怎么办 我来告诉大家怎么办 就是 一样 我如果上面 这边已经使用过一次了 I Stream 它已经跟Buffer 已经连接过一次 然后呢 这时候 我要重新的去抓一次Buffer 意思是说 我抓新的一行 那我抓新的一行 这时候请大家记得 不是只有呼叫 这个本身就可以的 你要记得 要去呼叫Clear 你如果不叫 呼叫Clear的话 它的串流啊 还是 就是不会被你 清掉它的内容 它的串流本身 它就是 一样去记得 上一次它抓的内容 上一次你推进了 这个Buffer 上一次的Buffer 不是这一次的Buffer 所以你每次要去 重新的去使用 输入串流 输入自转串流的时候 都要记得去呼叫Clear 所以你呼叫完Clear之后 就可以重新的把 自串推进去 这个串流里面 懂我意思吗 这个尤其在什么时候 很好用 比如说 假设你今天是 读完一个档案 读完一行之后 就要去 就要去用串流 把每一个 里面的每一个component 推出来的话 你就会每一行 都会这么做 读一行 然后串流化 推资料 然后再回到回圈 读一行 串流化 推资料 懂我意思吗 所以如果你要做 这样的反复性操作的话 请记得就是 一定要加点Clear 要不然你用人 做出来的都是第一行 好 这是输入串流 输入自转串流的部分 那输出自转串流的部分呢 也很简单 就这样 比如说我宣告一个 All Street String 叫All Street 然后现在有个Number 叫2.5 我就可以 就把它当成档案 或当成CL一样 就反正什么东西 都往它里面推 然后呢 推完之后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懒得去做 我懒得去做转型 比如说 你要把16这个数字 转成16这个字串 要怎么转 以前我们怎么转 把1取出来 6取出来 然后再写一个case 对不对 写一个switch 然后这边呢 这是1 列印一个1 这个是6 列印一个6 对不对 可是现在我们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我们如果要 我如果要写一个自串2.5的话 我就直接把2.5 推到这个All Street里面去 它自动的就帮我们把它转成了自串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就是直接写 All Street.str 它就把这个串流 自串化 就把这个串流转成了自串 然后呢 写进这个all put里面去了 所以我们再也不用去 很复杂的 要把数字 要去想办法 怎么让它 去对应到它的自串 好 那当然你也可以 不限定它的行别 就是 我就直接写StreamStream 就是不限定它现在是输入还是输出自串 自串串流 我就叫SS 所以你可以直接的 譬如说把资料推进去给它 然后也可以直接把 从它里面去抓资料出来 当你不限定它的行别 不限定它是I-StreamStream 还是All StreetStream的时候 你就可以同时做双向的操作 那当然这些 点Stream这个 这个function 还是可以使用的 OK吗 好 那请大家一样 就是记得去看Lecture 6-6 因为Lecture 6-6 有很多细部的这个 这个操作的这个范例 可以参考 好 那讲完这个之后 我们这个Lecture 其实就已经完整的 可以交代完了 我们今天主要教的 就是三个 I-O-Stream FileStream 跟StreamStream 好 那所以C1-C2 本身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这个 I-O-Stream 然后它重载了 这些符号之外 还有一些 内建的Member Function 可以使用 然后同时我们的 F-Stream上面 也是我们经常会使用到的 然后大家注意它 怎么开启 怎么使用 然后以及StreamStream 提供我们很好在 串流跟 自传之间的转换 那最后最后 请大家务必要去看 Lecture 6-7.cpp 好不好 因为Lecture 6-7.cpp 我们事实上 就有 里面就有个范例 就是 有综合 就是叫大家去用 I-O-Stream FileStream 跟StreamStream 怎么去Parse一个档案 那我们这个Lecture 就到这边就讲完了 Lecture 7-7.cpp